昨晚联储局将议息会议公开后,市场很明显看到短期内,无论是加息,鹰牌的行动,又或者是退市市场未完全反映,在债市都开始出现资金再流出情况 再加上,因为之前在整体市场未有派遣,变成一些高估值的股份,实质利率将会上升,令到资金再由科技股流出 而这个也是加剧近期澳湖事件的紧张,市场开始担心高估值的情况,又或者又再说经济衰退等等 所以对于港股来说,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沽压,而近期,22500左右的水平,在近几天都是无功而还 而在今天,港股时也曾经上升10天线,但向下降为主 我想短期之内,要小心一点就是高估值的股份 今天还未算很差,但实际上市场跌至20天线左右,应该也有支持 因为近期开始市场上又再传,内地会不会有降进这些因素 所以外围比较差的情况之下,看看A股短期降进这些消息可不可以帮助到下市的支持 如果是的话,应该是21,300-211这些位置有一个强盈支持 但如果一旦失守了的话,有机会真的会去回20,000点 甚至乎是在以下的位置,18,000左右去运回一个短期的第二值 请稍微要订阅,请稍微注重